只是買個雞排 男子居然跟店家嗆聲要拿刀 你一句我一句越罵越兇 雙方火氣也越來越大 雙方怒氣直爆表 男子下一秒動手撒電 直到警方到場雙方才暫時休戰 這期顧客跟店家互相衝突 發生在花蓮富強路一間雞排店 8月13號白衣男子電話取餐後 要去取餐 男子喝了酒疑似不滿店家態度 先是互罵開嗆 最後男子還雜攤 鬧到警察都上門了 那請警方了解 雙方表示都不願意追究及提告 原來男子跟老闆是舊事 繁木成熟的原因主要是 一年多前男子想先點現吃 但現場還有其他客人 老闆請他戴口罩 引發男子不滿 解怨 經過一年男子再上門光顧 又因為喝醉引發口角 才會又大鬧雞排店 老朋友卻因為酒後口角誤會 再次鬧僵翻臉 朋友變原家 記者劉吉娇 王陽花蓮採訪報導 好